伊斯兰国组织在社交媒体张贴声明 宣称对发生在莫斯科的重大袭击事件负责 伊斯兰国组织的阿玛克 AirMac 新闻社张贴的声明说 他们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郊外城市克拉斯洛·戈尔斯克 攻击了一场基督徒聚众活动 打死打伤数百人 暂时还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周五 3月22日 几名持枪男子闯入莫斯科一处大型音乐厅 开枪扫射人群 打死至少40人 打伤100多人 并纵火焚烧音乐厅 暂时还不清楚 袭击者的下落如何 一些俄罗斯新闻媒体示意 在特种部队和防暴警察赶到之前 袭击者已经逃走 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 Sergeis Byanen描述说 这次袭击事件是重大悲剧 他还说 国家机关正在将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来调查 袭击导致音乐厅起火 屋顶坍塌 这是俄罗斯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事件 与此同时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据俄罗斯主要国内安全和反恐机构联邦安全局说 遭到袭击的是潘红花市政厅 Crocast City Hall 这是莫斯科城西的一座大型音乐场所 死伤人数是由联邦安全局提供的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袭击者投掷爆炸物 在这座可容纳6000人的音乐厅引发大火 来自音乐厅外面的视频显示 建筑起火燃烧 浓烟弥漫天空 街头闪烁着几十辆消防车 救护车和其他紧急车辆的蓝光 几架灭火直升机在上空洒水 袭击事件发生时 人群正聚在一起 观看俄罗斯著名摇滚乐队 野餐Picnic的音乐会 俄罗斯新闻媒体报道说 参加音乐会的人被撤离现场 但是人数不详的人有可能被困在火中 检察官办公室说 几名身穿作战迷彩服的男子 进入了音乐厅 向观众开火 在俄罗斯媒体以及电报 Telegram 频道上登出的视频中 可以听到一阵阵的枪声 一段视频显示 两名男子持步枪走过现场 另一段视频显示在音乐厅内的一名男子说 袭击者纵火焚烧音乐厅 背景不断响起枪声 在其他视频中 最多可见四名袭击者 他们持有攻击型步枪 戴着帽子 在近距离用枪 对着尖叫的人们射击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音乐厅保安人员没有枪 其中 有些可能在袭击开始时被杀 在火势深夜 仍在继续燃烧之际 世界各地陆续发表声明 对此表示震惊 并对受害者表达支持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科比 John Kirby 周五说 他无法谈论所有细节 但是画面实在可怕 惨不忍睹 我们心中挂念着 这次非常可怕的开枪袭击事件的受害者 科比说 还有一些父亲母亲 兄弟姐妹 还没有收到消息 这将是艰难的一天 俄罗斯当局 在监视和打压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时 会坚持不懈 俄罗斯社交媒体的一些评论人士 如今质疑当局 为何未能事先发现威胁 并防止袭击 俄罗斯当局表示 莫斯科机场 铁路站和首都庞大的地铁系统的安全措施已被加强 莫斯科市长取消了所有大型集会 并在周末关闭剧院和博物馆 其他俄罗斯地区也加强了安全措施 克里姆林宫没有立即指责 袭击是何方所为 但是一些俄罗斯议员立刻就指责乌克兰策划了这次袭击 并呼吁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 在袭击事件发生前的几个小时 俄军对乌克兰的发电站发动了大范围攻击 使乌克兰最大的水电站以及其他能源设施瘫痪 导致一百多万人失去宫殿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伊德维杰夫 Dmitry Medvedev说 如果基辅卷入音乐厅袭击事件被证明属实 所有涉案人都必须被毫不留情地追杀 包括犯下如此令人愤慨的恶行的国家官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emir Zelensky 的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 米凯洛洛拉雅克否认乌克兰卷入音乐厅袭击事件 乌克兰从来也没有诉诸使用这类恐怖主义方式 他在X平台上发帖说 这场战争的一切都只能在战场上决定 在这起袭击事件之前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本月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 鉴于将会发生一次迫在眉睫的极端分子 在莫斯科攻击大型集会事件 美国政府敦促美国人避免人群拥挤的地方 其他几个西方大使馆也发布了类似的警告 在被问到大使馆3月7日发出的通知时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 让记者去询问美国国务院 他补充说 我不认为这与这次的具体袭击有关 有记者问道 华盛顿是否事先掌握了任何有关这次袭击的信息 科比回答说 我没听说我们对这次可怕的袭击事先有任何了解 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在3月15日至17日的总统选举中 巩固了权力 把自己的任期又延长6年 他本周早些时候谴责西方的警告是 企图恐吓俄罗斯人 他说 所有这些都像是公开勒索 以及恐吓和扰乱我们的社会的企图 企图恐吓俄罗斯总统